我们先能带动复兴 今次的主题是如何带动复兴 是否可以 我们上次就说了难阻复兴的力量 我们为什么想要带动复兴呢 第一 这个世界因为真的在很大的危机里面 国际之间 有不同的战争发生着 还有也有核武的危险 因为有些国家又积传很多核武 很多核测试 有些国家就说 当他用核武的时候 我们都会用核武来对付 一用核武 可以说全世界都死亡 大部分人 因为整个世界的气候立刻会改变 那些放射的陈四围都是 根本是很难生存的 这个世界到底会发生成什么呢 现在那些危机一路进展 双方面的势力都一直在抗衡 很强烈的 所以我们是活在一个很危机的时候 而圣经说了在末后的日子 耶稣说了 就会有日文要攻打民 各要攻打国 多次必有饥荒地震 这是灾难的起头 然后灾难是什么事呢 我们一起读一读 其实灾难的开始就会有这些发生的 马太二十四章十节 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 也要比之陷害 比之恨户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 只因不发的事争多 许多人的爱心才漸漸冷淡 是会有很多人跌倒 很多人比之陷害 比之恨户 还有不发的事争多 很多人的爱心就漸漸冷淡 即是说基督徒会有大规模的跌倒 大规模 并且他会比之陷害 比之恨户 即是互相出卖 因为基督出现的时候 要他们受印记 受印记才可以做买卖 受印记的人 他就要回报哪一天他识得的基督徒 这个是圣经没有说的 不过我们可以想象到 他们会报告 哪里有牧师 哪里有基督徒 但是呢 因为圣经讲到大灾难的时候 基督徒仍然存在 所以我们神一定有方法保守 我们就有信心 很多人一想到大灾难就很害怕很害怕的 我想到大灾难 我就会想到就是神做大功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基督徒只能够倚靠神 不能够倚靠银行户口 到时有多少银行钱的钱都没用了 因为为什么呢 你一定要受受印 你的钱才可以用得 如果不是呢 全都封锁了 你拿着这些银子都买不到东西 因为你有受印记才可以买一买 那时候很多基督徒就说 为什么要信耶稣 这个世界这么乱 因为他没有看圣经 一方面就没有看圣经 没有看到圣经说了这些会发生的 第二就是有很多人有一个错误的教导就是灾前被提 他就说都没有被提 那就是圣经错了 他不知道不是圣经说灾前被提 是有人说灾前被提 不是圣经说的 圣经是说 最清楚的一个经文就是 《协撒尼加侯诗》第二章第一节开始 轮到主耶稣基督降临 以及我们聚集到他那里 是什么时候呢 聚集他那里 即是保罗和基督徒去到耶稣那里 是什么时候呢 根据灾前被提的人 就说大灾难之前 但是保罗不是这么说 保罗是什么呢 就必定有来到反教的事 还有这个大罪人沉沦之子 他要攻击基督徒 然后耶稣用降临的荣光将他废掉 然后那时候才是我们聚集到耶稣那里 用降临的荣光废掉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耶稣降临审判全世界的人的时候 就是大灾难之后 因为敌基督活跃就是大灾难 大灾难之后 基督徒就会被提 和主相遇 就是被提不是一个逃避灾难的方法 而是神将他的子民提到他那里 在这个灾难的时期有很多人就跌倒了 几种原因 有些人信耶稣根本信得很遥暗暗 或者他有很多人的问题 很多烦恼 很多不开心 于是他就成天都在痛苦里面 软弱里面 一有这样的事情 他更加不会信耶稣 因为很多人来说 信耶稣是排行第二十的 第一是什么钱 家庭 生孩子 顺利 什么都顺利 享受 吃饭 这些是排行诗的 神排行很厚的 这样的时候 到他一要面对灾难 他是很容易跌倒 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在末后的时候 暂立得稳 建立一群大能的子民 就是因为很多人跌倒 彼此陷害 彼此恨慕 还有很多人爱心渐渐冷淡 很多基督徒渐渐冷淡 但也有一些很热心 为什么呢 他一定要依靠神 不断地讨告 神就会供应他的需要 还有加力量给他们 会教他们怎样可以有平安 就是在大灾难的时候 基督徒如果不准买东西 一个月之内就死了 就是人们没有水喝 一个月就死了 但是基督徒仍然存在 因为耶稣说得很清楚 就是说他们的得性 是靠羔羊的血和他们所见证的道 所以基督徒不是立即死了 是神一定保守的 所以圣灵会教我们 当时的话 教我们如何逃避灾难 如何得到食物 或者不用吃东西可以祈祷 可以活着 可能在那时候是有这件事存在 而且在《贴宣徒仍后书》二章三节一起读 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 就是很多人离开真道 反对基督教反对真道 这个就在末后会发生的事 但是我们的得性是什么呢 《大灾难的得性》是什么呢 启示六十二章十一节 一起读 《帝兄姓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这个世界上是越来越多迫白 越来越多困难 我以前去非洲的国家 次次去 就算即时落地签证都可以 其中一个国家肯定 但是当我上一次跟肯亚的牧师说 我来你那里带领聚会 那时候疫情未开始 他说现在不行了 现在要一个月之前 你得到政府批准 你才可以来带聚会 就是说那个法例改变 就是世界上对宗教的控制 在不同的国家加强 在另外一个国家卢旺达 我去到的时候 很多教会被封闭 我只看到过 当时我没有拍照应该拍一幅照 他有张封条 有一张封信在那里 有锁链锁住 因为教会没有铺好 即是将停车场和一条路 进来教会这条路 铺好碎屎路 所以我们要封闭教堂 但很奇怪 整条路都是泥路 整条路到的泥路 为什么进到教堂 就要铺碎屎路呢 其实是围难的那些人 而且聚会不准开门 要关门 在他们这么热的地方 他们根本买风扇都有问题 怎么会买冷气机呢 根本他们不会 电是整天都断的 用冷气机都不行的 整天都断电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和宗教的改变 迫白基督徒 大家也会知道 很多其他我不说了 就是说很多国家都是越来越多迫白 不过很奇怪的就是圣经讲到 我们德性是靠高人的血 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就是 虽至于死都不怕 不爱惜圣明 就是所以一定是要兴起一些人 有神的力量 你说这样就死了 那我们要受苦要殉道 其实是有福的 你会有永远的福乐 永远的赏赐神会喜悦你 神会永远赏赐你 超越你所有做的好行为 以往所做的 你为主而受苦的神会大大的赏赐祝福 我希望大家都没有一个 不是一个全弱惧怕的心 我是有一个期望的心 我希望见到大灾难 我希望可以在这个时候帮到 帮到不同的人 第一就是基督徒 第二或者在某个时候 因为全世界的人受了受印记的时候 那时候如果去到那个时候 已经是全福音已经没办法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受了受印记 是不能再信耶稣的 但未到的时候 我们仍然可以见证耶稣的道 在那时候 我们之前就去见证耶稣 这个就是我们求主帮助 我们和坚固的基督徒 这个就是我们得性的方法 而圣经讲得很清楚 就是受逼伯是有福的 一起读 为以受逼伯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欲骂你们 逼伯你们 捏造各样坏话 委扑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这样逼伯他们 所以当我们想到逼伯就不是害怕 耶稣说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的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耶稣答应大一定是大的 是永远的 是真的 是我们欢喜的 全世界都没试过 这么大的赏赐祝福的 是永远远 其实我们再思想日子几十年而已 我们应该大部分人 这里都过了一半 大部分人有些没过 在这个人生里面 我们过了的时间 过了一半 接着那半也很快过去 但是我们在天上的日子 是永远远远的 所以天上的才是最重要 所以我希望大家 神啊 你使用我 体重神的事 体重天国 体重永恒 而不是体重我现在得到什么 那我们怎样带动复兴的方法呢 就是第一 一定有圣经的话语 一起读一下 以赛书五章十一节 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 他不徒然返回 他要成就我所喜悦的 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 必然亨通 就是神的话语 发出的时候 是不会徒然返回 在神发出去 做的事必然亨通 我们宣讲神的话语 告诉人们 神爱世人 神爱你 信靠耶稣可以得着永生 这是神喜悦的事 那些话语是有能力的 是会改变人的 左下角 这个就是我本圣经的 其中一本圣经 我记得圣经 我常常有习惯记得圣经 我初信的时候 开始已经记得圣经 我就会写下一些重点字 用不同的方法来记得圣经 这样你就会记得圣经里面的内容 我希望大家都会用心去看圣经 记得圣经 记得圣经 应用圣经 最重要是应用的 不只是听 是应用 而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得力就是这几种祈祷方法 我们一起读一读红色字的几个 恩典的祷告 敬拜的祷告 互动的祷告 委身的祷告 第一就是宣告 神爱着我 神帮我 神同着我一齐 神祝福我 神有奇妙计划 这是事实来的 是事实 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会不开心呢 因为觉得 神都不爱我的 神都不体重我的 这个是错误的 是谎话来的 有时基督徒都会和别的基督徒 说一些谎话 就是说 你看你这么没用 我们口里 绝对不能出这些说话 就算那些多差 做多少事 我们都不要去 告诉他你没用 因为 每个基督徒 无论他多软弱 有时你不知道 他一句说话 可以祝福很多人 我们永远都是尊重 每一个神的儿女 我们都尊重自己 神爱着我 神看重我 我们永远都是 口出恩言 第二是敬拜祷告 恩这个祷告就是 说出神向我们做的事 敬拜祷告就是 我向神做的敬拜 赞美 感谢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我加上一些说话 就是说 神下我捉紧你 我需要你 我喜欢你 我欢利你 以神为乐 圣经说到 以耶和为乐 神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就是以神为乐 这种 这种都是敬拜的方式 第三是互动 这个是很重要的 也都令到我 很容易起落 就是什么呢 我一祈祷神就喜欢的了 我一感谢神 神就喜欢的了 我一爱神 神就欢喜的了 我遵从神 神一定 赏赐的 神一定祝福的 就是我时时都相信 圣经说了的 圣经说了 你给了一杯凉水 都不能不得赏赐 你亲近神 神一定亲近我们 我们上在耶稣里面 耶稣就上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多结果子 圣经说了 我们就信这些应许了 我亲近神 祂一定祝福 这一点会令到我们开心 就是怎么样呢 我一起床 我就说 多谢耶稣 耶稣 我赞美你 我又心虑相信 耶稣现在很欢迎你 哈利路呀 哈哈哈哈 我就很开心 就是我不容许任何不开心的影响我 就算有人不好 是他的问题 我会用柔和 祝福的方法 引导他明白他的问题 而不是去伤害他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是去伤害人 我们是建立人 令到人 跟我们聊天 是开心了的 这一点很重要 就算我们帮助他 遵从神 他听完我们讲的话 我们被他盼望 他开心了 就是他会觉得 有盼望 我可以改到的 有盼望 就是在这个过程 我们都欣赏他的努力 这个就是一个正面的 神里面正面的心态 而不是了 那些人真是坏了 帮几个帮不了 真的没用的 他们真的不听话 这样就很惨的 这样侍奉神很惨的 永远都是说 我做任何一样小事 真心做 耶稣都欢喜 所以我又欢喜 耶稣又赏赐 我又欢喜 我又越帮到多些人 我越开心 那些人见完 我又开心了 真的好了 哈哈哈哈 这样呢 侍奉就不惨了 我曾经侍奉很惨的 为什么呢 那时候被同工背后说 我心里面很大的痛苦 但是我后来学到一件事 我不用吃垃圾 我不用想他的事 他有他的问题 我不用介意 我总是应待他 跟他说的话 总是说好东西 我不会说回 他做过的不好的东西 当时处理了就处理了算了 我不会再说回 我不会再令他不舒服 我只是说的话 都是关心他的 我们同样祷告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鼓励自己 我亲近神 神一定欢喜 神一定喜欢 有些人说 那你是骄傲而已 但是圣经说了 他爱他的人 神就为我们预备 眼睛未曾 听见耳朵未曾 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 神说了 我捉住神的应许 神喜欢的 所以这个互动的祷告 是令到我们开心的锁示 我希望大家一天都说 我亲近神 神就开心了 哈哈哈哈 他开心 万事足 因为神是有一切的恩典在他手中 神只要打开手 给你一点点 已经够了用 够了我们用 所以神喜悦你 没有怕了 什么都不用怕 什么问题都不用怕 神一定祝福的 所以这个互动的祷告 叫我们整天活得开心 哈哈哈哈 我跟以前不是这样 以前我不是这样 以前因为我未有这个教导的时候 有时候又被人批判的说话 真的是很大压力 但现在我是不会批判 就算我知道有人有问题 我是用柔和的方法引导他 让他知道 他一改我就欣赏你 多谢你 你真的有心了 神会祝福你的 总是给盼望给他 有些人说 你这么柔和 别人不会改 但我发觉 不柔和 反而人们就不改 他们就受伤害 越柔和 我又有爱心 但我提醒他应该做什么 他就会做 他知道我生命重要 他就会改变 这个就是用恩典推动他 就是好像打子女的父母 是不是那些子女会听话一些呢 因为关心父母那些 关心子女的父母 那些子女更听话呢 其实通常一定是关心 关心子女的父母 他们的儿子都一定听话一些的 还有那些人改变 心里改变 他是不是说 有个人骂到我一只 所以我现在改变了 不是的 他当然是说 有个人对我很好 所以我改变 所以我希望大家 心里柔和谦卑 首先我们被神医治 这个被神医治的锁示 就是互动的祷告 我一亲近神 神就欢喜了 于是我就开心做人 我帮任何一个人 我都开心 就算他未改 不要紧要 他慢慢来 我不用急的 神改我也有时间 他改也有时间 不要紧要 慢慢来 这个心态 就兴省面对人生的问题 然后毁生的祷告 就是神 我愿意给你使用 你使用我 我愿意成为流通的管子 将爱起落 神的恩典 传给更多人 这个就是毁生 听话 神我愿意在末后日子 成为你的祝福 成为人的祝福 还有很重要 就是为到宗教会祷告 为众圣祷告 为所有人祈祷 当我们帮他的人 也都为他祈祷 神祝福他 当我们为他祈祷 我们自然对他 就会柔和谦卑的 求神 属于福兴教目 和信徒的灵命 因为信徒又需要更新 教目都需要更新 有些教目 他都不是体重福兴 他不是体重 末后预备见主的面 他心里没有这种的心态 于是他所说的说话 信徒听完 是没有觉得被提升的 我们求主提升他们的生命 第二 求神叫教会觉醒 整个末期近了 不要沉睡了 不要睡觉 有很多骄徒在睡觉 第三 求神叫更多 圣灵充满 带着能力 全呼吾建立 灵命复兴教会和宣教 因为圣灵的能力 是很有帮助的 当我们这个疫情 稍微缓磨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 东南亚宣教 我就希望带你们去 等你们经历一下 为人祈祷的时候 他的经历 亦都在香港你都可以操练 这样你就看到 神啊 帮助我们 带着神的能力 多亲近神 圣灵充满我们 我们就有能力 去给神使用了 好了 很重要的就是 接立不同背景 和信念的基督徒 就算来到我们中间的 或者不在我们中间的 对圣灵充满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不要判断他 我们只是接受 我们不要跟他辩驳 但我们可以解释给他听 圣灵充满如何帮助我 但是呢 就不要经常说一个话题 我们都可以说不同的方面 神如何改变我 有机会的时候 可以告诉他 圣灵充满的帮助 但是呢 他明明不喜欢你 每天都跟他说这件事 他不会觉得你关心他的 那么我们就求神给我们聪明智慧 如何去表达 都表达到神如何改变我 我们经历圣灵 很重要就是这样的 不要只是说得医治 耶神改变了我现在 我现在喜欢神多了 我亲近神有力 我开心了 我又传到福音了 我又帮到人了 我为人祈祷那些人又改变了 这样呢 这件事就会影响人了 还有不同的神学 有些人不同的看法 比如有些人相信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根据圣经是不认同这件事的 但是我们不要跟他辩驳了 就是 总之我们尽量 那些人清楚得救 我们尽量去帮他们 清楚信耶稣 清楚跟从耶稣 这一点他们会认同的 但是我们就不认同 不要跟他辩驳一些 不认同的神学 或者不同中派 你是什么中派 你是什么中派 他们很软弱的 不要这么说话 没有什么帮助的 什么教会 他们不开放圣灵 不需要说的 我们帮不了人的 我们不需要说分别的地方 接立 他不冷不如都接立 不是说我想他不冷不如 是他已经是不冷不如 我接受他是这样的情况 我不能一下子 你要爱耶稣 你要天天祈祷 他都没有这个动力 那我们怎么帮他呢 耶稣有很多恩典 很多礼物 你会开心很多的 你想不想这样来到 让神的恩典 祝福来到 鼓励他亲近神 神会帮你的 你的问题神会帮你的 你想不想 经常生活在痛苦之中 你想有神的祝福 你听神说 亲近神 祂就会祝福你 这样 用恩典推动他 而不是说 你这样不冷不热 基督徒有时 那些指控说话可以很强的 你说信耶稣 看看你 看你做出来 没有人会信耶稣 因为你 这些说话 其实伤害性很强的 我听过有些基督徒跟我说 他说因为受过这些说话 他心中很怨恨 所以我们永远都不会这样 跟他说 你做基督徒做到这样 你什么 你似什么 就是这些说话 我们永远都不去 说这些说话 永远都不是用批判 他有软弱 我们就说 你想不想刚强一点 这一点很重要 大家 就是我们要避免那些说话 你错 你软弱 你没用 神不喜欢你 你做错 你说错 这些说话 全部一句都没有出口 出什么口呢 神可以祝福你 神想提升你 你觉得可不可以改变呢 你在这个状况 有没有影响你呢 你想不想更加开心呢 你想和别人关系更加好呢 你可以怎样做呢 这种方法 是更加容易帮到人的 我们永远不要指控 就算他说错话 我们只要问他 你说这句说话 你觉得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而不是说 你这样说话怎样行呢 这样呢 就会令到他伤心了 这个呢 就是说 他不难不遇也好 我们不是去 打死他 我们是去让他知道 耶稣都在爱你 其实很多人生命改变 他做不到 不要紧 不要紧 他很放他 他开心的就开心了 我们不用计较别人 怎样 总之我 用我自己亲印神的方法 这个人用他的方法 他亲印到 那我就接受这件事 不要紧的 这就是接受不同敬拜的方式 而很重要 推动复兴这件事 很重要 就是生命的更新 我们先有生命更新 先帮到人的 想推动复兴 生命不更新 是做不到事的 因为打折扣 首先我们心里面充满平安喜乐 力量乐观 我想问问你 你起床和日后不同的时间 你是说 啊 真是好了 今天真是好了 多谢主 我真是开心了 我真是一个蒙福的人了 你是否这样和自己说话 有人说 唉 惨了 唉 这些困难 人们这么坏的 唉 你是充满什么呢 有些人说 很难啊 人们这么坏 怎么可以开心呢 人是坏 不过神好嘛 我们因为神而开心 就是人坏也好 是他的问题 我们不需要背着 我们就因为神而欢喜 因为耶稣说一句说话很简单的 善人从他心里所传的善就发出善来 恶人从他心里所传的恶就发出恶来 人常开心的 他自然的说话就令人开心的 如果他猛烈怒吵呢 他的说话就令到人也怒吵的 到底我们装了很多怒吵呢 还是装了很多平安 轻省 喜乐 有些人说 很多东西做不轻省呢 其实我有无穷无尽的东西可以做 因为我有很多意念 我很想写书 我写中文又想翻译做英文 哇 真是有时间写 有时间做啊 我每天都很猛烈的 做什么都做不到啊 但我永远都不会 我觉得我做了多少多少 还有就算 譬如有时候我很忙了 有人打给我 我都是一样跟他聊电话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我都是去帮人 如果这个人在眼前 他跟我聊天 他觉得好像我不理他 不关心他 那反而是反效果 我写东西去帮人 但这个眼前我又不能帮 那这个是反效果 所以我们总是平安轻省 神会照顾 世界上有无穷的东西做 我们亲近神 做神吩咐的 自然一步步会提升 一步步达到神想我们做的事 这样就平安开心 如果你发觉你的里面 是很多怨气 很多激气怒吵 很多伤害 伤害是人家加在你身上 问题就是这样 伤害是否我们继续受伤害呢 继续受伤害是很惨的 继续受伤害是自己很苦的 所以我们受到伤害 我们就说 神会给我 我听话 千求神的国同意的一切给我 我爱神 神就为我预备 我想都想不到的恩典 这就是以恩典推动自己 我时时刻意用恩典推动自己 所以我的心是平安兴散的 当我帮那些非洲牧师 我发觉一件事 他们都是很容易用批判的说话的 我教他们做功课 他写了两句 又批判的说话 很容易的 例如他有一句说话 最近有个牧师 他说什么呢 你们是神愤怒的弃命 但是神现在救了你 他说救 为什么你先说你们是愤怒的弃命呢 为什么神很爱我们 虽然我们犯了很多罪 应该受神愤怒的审判 但是神也救了我们 你先说一说救 不要说你们是愤怒的弃命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说感恩 是的 不过你说了你 你就要努力贴地 现在神救了你 不用说这个 就要努力贴地 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态 对人的看法 这个需要改变 我们先可以带动復兴 没有这个改变 心里充满怨气 充满不开心 那些苦毒就会出来了 你知道人的苦毒 很容易知道 你跟他聊天 聊天就聊天 你跟他相处 你就会知道 他里面有多少猛争怒吵 激气 你会知道的 求神帮我们 活出这种平安兴散 对人接立 就算他不好 就算他做错 说错 就算他对我们不好 有时有些人对我不好 我依然想办法 用正面的方法跟他沟通 如果我只是说他不好 后果不会是好的 但我依然是接立他 等他觉得被接立 希望可以改变这个关系 还有关心他的事 他有什么困难 我们关心他 还有爱心 然后很重要 以善性恶 不被负面人的负面影响 就是用善良来胜过他的丑恶 愤怒 那个人负面 譬如他说 什么都做不到 什么都改不了 我什么都做不到 那我们就不说 就不要去说 你这样想 你永远都不改了 这个就是用负面的方法 对付负面的人 是没有用的 他觉得你都是跟我一样负面 我负面你又是负面 我负面No.1 你又负面No.2 你帮不了我 但我们就说 你是不是有些不开心 有什么事令你不开心 有些人说 我真的没有这样的耐性 音声细气地慢慢跟他谈 这个就是爱心 爱心是什么呢 人是值得我们用时间的 我们一起说 人是值得我们用时间 人是我们值得用耐心的 一起说 人是值得我们用耐心的 就是我们耐心接待他 他是欢喜的 他会改变 他会记得的 你有没有记得很久之前 有人对你好 很久之前的人 你都会记得 因为他对你好 你分不分得真心好和假好 分不分得 分得 那些真心好的 他真的是为了你设想 那些假好 他做完都会告诉你 我做了这么多东西 你看你都没有改变 这句话一出 你已经分辨到 他那个负面能量有多强 不如给大家操练一下 什么是负面能量和正面能量 这样呢 就 大家用一手指来表示 正面能量是这样向上 平的就是这样 负面能量就是这样 看看大家能否得到这句话 是负面能量还是正面能量 我现在说这句话 大家留意一下 你就告诉我这句话是负面还是正面 OK 一个例子 你怎么这么说的 OK 大家 显示了 OK 这个很明显了 昨天又不见了你 你怎么这么说的 都是负面的 都是负面的 你 就是 你 不见了你 是不是有点 就好像你失了钟 对不对 我们可以怎么说的 昨天有没有什么事啊 有没有什么事发生啊 或者你昨天怎样啊 昨天怎样啊 你昨天好嘛 这样是吧 这些就是正面 关心她 我每次下班的时候 我太太回来 她都会通电话 一直在途中通电话的 她经常都问我第一句 你今天怎样啊 她很喜欢问我 你今天 顺利吗 很多时候她都问我 你今天顺利吗 这些都是她关心我 各样的东西 好 下一句了 譬如说 你 你可以更努力的 你可以更努力 OK 有些人以为这个是正面 这个不是正面的 因为为什么呢 你可以更努力 就是你不够努力 这句话是平和负面 你可以更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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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你 努力可以更多 但是你可以用另一个方法 但是你可以用另一个方法来说 你可以被提升 这句话是什么 你用手指告诉我 你可以被提升 这句话是正面的 为什么呢 你可以被提升 你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就是你本身的重要性 可以提升 这个是一个好的机会 但是你可以更努力 你要更努力 这个是说到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呢 就是他不够努力 譬如对小朋友 有些人说 对小朋友说你读书吧 快点读书吧 这个其实是给压力的 那我们可以怎样说呢 我看到你有聪明 你可以很聪明的 你可以考得更好的 你想不想啊 这样的时候 他就会 就是看到那个潜质 而不是看到 我现在是没有机会 我现在是低落 我现在没有用 他就会看到正面 正面那方面 而不是说 你要读书你要努力 这些是真的 你要读书 我不是说父母 不要说这句话 你要读书 而是说 你说多一点 你读书就会很聪明了 你加上这句话有很多 你读书就很聪明了 你考得好很多 你看上次做得多好 这个就是用正面的情况 来提升它 你发觉多数人是 懂不懂这样说话的 多数人不懂 第一他不知觉 第二是他没有心去这样做 所以我们怎样可以开始这样说话呢 我们开始问自己 到底我们自己是 对人看的时候 我们看着他觉得他不够好 看着他觉得他坏 没用 我们觉得他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自然的说话是令到他觉得没用的 但如果我们觉得每一个人 就算他多远也好 他也有机会提升 那我们就会给他机会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就知道 原来负面的说话不会带来正面的效果 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记得以前曾经有人对你说 你考成这样的 你读书这样的 你这么不懂的 你这么没用的 这些说话 你觉得很多时候你会记得多久 有人跟你说这些说话 你会留在心中有留多久 记得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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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负面影响是很深远的 所以我们自己就说了 神帮我 不要去批判他的人 不要批判他的能力 而是让他看到他可以去到什么位的潜质 就不是说你可以劲力一点 你可以劲力一点是你做什么 你可以更加伟大 你可以做到更大的事 神可以大大使用你 这个就是他的potential 他的潜质可以更高 这个就被人盼望的 或者你欣赏他做得好的地方 这个就被人盼望的 这一点是我们想复兴 我们需要这件事 因为早期宁恩派就说了一句话 他就说 你们没有说方言 去不了天堂 譬如就算这个圣经有说这句话 都不可以这么说 就怎样说法呢 你想去天堂 天堂最好的 那就来到鼓励人 就不是你不说方言 你去不了天堂 这句话第一是假的 第二是充满批判性 因为有些人是经历圣灵 不是被圣灵充满 不是被圣灵更生 他只是经历了 他可能有圣灵的能力 但是他只是有能力 并没有内面的改变 所以耶稣说了这句话 其实很多说话 是说出耶稣的本质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父我骗 学我阳识 只要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骗是容易的 我的淡子是轻散的 你发现耶稣的说话 是很柔和 很舒服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自己来 你就可以得到安息 你在我里面的 我就尝在你里面 你就多些结果 我知耶稣经常被人潜质 被人潜质 所以我希望大家 每次被人有这种盼望 那些人就会喜欢你 喜欢跟你聊天 那我们也可以开始改变 开始改变 第一就是 跟人说正面的话 譬如有人跟你说负面的话 第一我们不要受落 受落是怎样呢 啊 你这样 你这样说我 我又告诉你 譬如他这样说 你什么都不懂 我跟着 说他 你还不懂我 那大家斗过 吵架 那是改变不了他的 他说我不懂 不要紧 他说我不懂 我不会我的知识低了 那我说 对不起 我懂东西不够 你教我吧 我尽量多些 就是你 都不受他那一套 他那一套是什么呢 你不懂 就是你低过我 我不受他这一套 但是为什么人会受这一套 因为他里面很多伤害 所以人一说负面的话 他立刻全部被他直插 就是人家一说的话 他立刻被他直插 到心口 因为他受了伤害 不懂得处理 于是人家说什么就受什么 这个我们学习 他说什么不重要的 他说什么不好的 我不需要用同样的武器对他 我反而用善 以善性恶 这一样东西可以说是一样 可以说 很简单 亦都可以说是非常难学 在乎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越柔和 就越容易学 不过我发觉 太多人是太多伤害 所以是比较难学的 以善性恶 不要被负面影响 在人的需要上帮助他 他有需要的时候 就是心指是帮助他 就不是踩下他 就不是说你没用没用 什么做错什么做错 不是指出他的错 但是可以引导他 知道他的错 不是 刺爆他 不是令到他不开心 还有有智慧处理生命的问题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我们 就是怎么样智慧 智慧一定 第一就不要 不要冒犯人 不要offend人 是令到他觉得被爱被接纳 而很重要的 带动复兴很重要 就是我们被圣灵充满 长期被圣灵充满 就是和神有密切关系 我们这里说出 想被圣灵充满 红色字都一起读 对付罪 圣经信心 讨告 渴慕 处理生命 按手祷告 圣灵充满的祷告会 就是处理罪 常常相信圣经的说话 有相信神很想充满我们 亦都时时祷告爱慕神 渴慕被四年充满 有处理生命的垃圾 让我们的心里面 不会受落人的不好的东西 我们留意到 如果有人一说一些负面的东西 我们立刻会反弹 就是我们里面的伤害未处理 人家有冒犯我们 我们都不介意 这个就是成熟 这个是成熟的表现 希望大家都在神里面留意一下自己 我们有个成熟指标 我们成熟到什么程度呢 处理生命 按手祷告 和圣灵充满的祷告会 是有帮助的 圣灵充满是什么呢 我要明白 圣灵充满就是 与神有亲密关系 以及追求圣结的 能够经历圣灵的帮助 随时经历到神的平安 兴省喜乐 爱激励 经常平平安安开心的 有些人经历圣灵 都是烦恼的 他真的未被圣灵去处理生命了 第三 有动力传福音 圣灵充满是用来传福音 为建立灵命 复兴人的灵命的 第四 带着圣灵的能力祝福人 为人祈祷得医治 灵命更生 带他信耶稣 提升他的生命 有更强的恩赐运作 神可以给我们不同的恩赐运作 还有有更多神迹歧视随着 所以有机会去宣教 真的会被我们操练到 为人祈祷 真的看到神迹歧视 就会对我们很大鼓励 也都求神给我们 智慧和策略去提升基督徒 提升基督徒 是需要智慧和策略 我们需要由 帮任何一个基督徒成长来到开始 为他代祷 好 祷告求神祝福他 接纳他 虽然他不好 我们总是被他觉得被接纳 觉得舒服的 聆听他 关怀他 虽然他经常都是烦恼 我们不要厌烦不听他说的 不听他说的 但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的 我们可以说 你有没有想过可以怎样处理呢 你可以想一下怎样处理呢 我们可以问他 有些人重复说他的问题 不代表我们永远让他重复说 我们可以说 好了 这个问题我知道了 你可以怎样处理呢 你想不想处理呢 这样去引导他 接纳他的情况 聆听他 关怀他 就是聆听他的问题 关怀他的需要 分享见证 我们有的见证 帮助他的生命和灵命 帮助他怎样提升 怎样讨告 怎样处理生命 辅导他 这个辅导我们曾经教过的 大家可以看回的 最重要的就是引导 用问题 你现在这个问题有没有影响你 你觉得继续不开心会怎样影响你 你想不想脱离呢 你怎样可以方法 有什么方法 你有没有用过这些方法 有没有帮助呢 你想不想听到领导他的方法 就是全部都是用问题引导他 我们帮助人的时候 用问题引导他 然后平静地去讨论 就是我们想提升人的灵命的时候 这个就是推行復养了 你能够復养一个弟兄姐妹 是神喜悦的 这些人跟你谈完 他接着对耶稣更有心 你是有福的 我们再看一次就是说 我们说要祈祷 接纳他 聆听他 关心他 分享我们自己的见证 帮助他灵命成长 但是帮助的时候让他觉得被接纳 有辅导他 引导他 不是只是教他 引导他 你需要改变吗 你怎样改变吗 有什么方法 有没有试过 谈不得通吗 不是平静地去讨论 怎样可以改变 那我们也学习圣灵的能力中的运作 圣灵可以伺人 智慧求神 给策略和方法 譬如有圣灵能力 有些人 譬如我去到宣教 我都会问他 你对于圣灵工作 接不接纳 我会做按照他接纳的地方 如果他不接纳 我就不会强迫做 他不接纳的地方 因为为什么 如果我用那些方法 他不接受 我真的故意冒犯他 他效果就不会是复兴的 我们只是他说多少 我就做多少 这个 那什么方法 求神次策略给我们 怎样带动香港的复兴 你周围顶姊妹的复兴 我希望大家可以想 一会分组的时候去想一下 我可以有什么方法 复兴我周围顶姊妹呢 你都可以带领人投入敬拜 带领人集体祷告 即是一起祷告 为人的疾病 忧伤烦恼 灵命更生 而按手祷告 如果你没有邪灵 你可以放心为人按手祷告 你没有罪或者负面情绪的捆锁 你可以放心为人按手祈祷 你都可以求神次给你知识言语 就是知道一些东西你本来不知道的 还有先知性的恩赐 那这都是神迹性的推动复兴 而网上作见证 我希望大家都冲破这个障碍 在YouTube或者Facebook开户口 那你有心你告诉我 我可以帮你怎样开始 怎样作见证 将你的见证摆上去 也都可以将你的见证给我 你用手机很容易涉录的 现在涉录了 传给我 我给你提议 然后帮你放上网 那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用的方法 而可以有时再见证 可以讲一些日常生活的东西 譬如我又拍了一些小鸟 我又放上网 又拍了小鸟 但我最后又讲到神的创造 总是用什么都好 我都讲到神的 那小鸟有些人会看的 看了他就看了我 讲归耶稣了 那或者你煮饭 或者你装衣服 你配衣服 你买东西 买到什么好的东西 你都可以和人分享 然后你又讲一下 耶稣怎样令我好开心 总是可以有一些这样的分享 你讲一些有兴趣的 譬如你家里有只狗 有些人很喜欢看那些狗故事 我只狗怎么做什么很有趣的 我只猫 他又做什么动作 你又拍了很多人看的 有时看狗多个看人的 很多人就信主或者更新 也都求神为我们预备不同的平台 这些平台有些可能是教目的 但你为这个祈祷 和你自己认识的教目和信徒分享 这个要有智慧 有些教目不接受 你就不要和他分享了 他接受的 和他分享你生命的改变 网上的平台 或者群组 其实 除了WhatsApp群组 Facebook有很多群组 那里面可以发放很多东西 你找基督徒的群组 是有很多很多 如果你有时间 在WhatsApp 在Facebook发放一些资料 我可以给你一些资料 其实我传出的东西 你可以传出去 还有我的影片 你可以传出去 这个都是你的侍奉 可以是你的侍奉 怎样呢 那都是我的见证 我的广道 我的祈祷的经历 你就发放去那些地方 因为我没有空经常这么做 你发放去 加些文字进去 有些人会看 就会帮助人的 这个都是 就是你使用我的 侍奉的那个领域 来帮助你的领域 就是你本来 我都没有什么分享 那你就分享叶牧师那些东西 接着加上一些字 那些人看完 就会有可能的反应 希望大家都善用这种东西 到敌基督掌控这个世界的时候 不可以再用网络的了 那时候你不能发放这些资料 所以我们趁这个时候去做 还有地区教目的会议 这些祈祷 或者你认识教目 可以介绍我认识他们的网络 还有个人接触的人 或者是熟人介绍某些人 那你都可以去帮助他们的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神就喜悦你和欣赏你 和赏赐你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带动复兴 首先自己改变 平稳安静 轻轻松松 开心快活 就可以影响到人了 我们一起祈祷一下 一起起床 亲爱的天父 多谢你 神啊你更新我们生命 求你使用我们 去祝福更多人 求你加力量给我们 与我们同在 耶稣我们需要你 求你医治我们的内心里面 所有的伤痛 所有的受伤的感觉 所有不开心的地方 教导我们智慧 如何和人沟通 如何与人沟通 如何说正面的说话 永远不是去令到人受伤害 令到人不舒服的 永远都是去祝福人 令人觉得 和我们聊天更加开心 也都有动力去改变的 求主施恩使用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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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